HELLO 大家好 又到寶仔教煮菜時間了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巨型梳芙蕾 材料非常簡單 有四隻蛋 有這個砂糖 30克的砂糖 還有呢 還有少許油就可以了 首先呢 現在把模子抹上油 之後預熱焗焗量大概320度 之後呢 就把蛋白和蛋黃幾多分開啊 把四個蛋白分開去 然後呢 就分開一個蛋白 還有一個蛋黃 等待會呢 混進去的 我們現在呢 就用這個 發蛋機 發均它先 先 然後呢 發到這麼久 也看到白 它的白 凝固 差不多凝固 這樣呢 就分三次加砂糖 再加一些砂糖 加些砂糖 不要加曬喔 加少少 再繼續發 加些砂糖 再繼續發 好 即是發到這樣就差不多了 應該就不會掉了 不會倒死的 這樣就OK了 之後我們就混入蛋漿進去 拌均勻 不斷拌均勻就可以了 不要弄太均勻 拌到變成黃色就可以了 OK 之後就可以放進這個模子裡 我打算弄兩個 然後放進這個角度 逐30至45分鐘 最初上火是266度 之後調到一半時間 就可以調到350度 轉一轉就可以了 時間剛剛好 現在已經出爐了 看看梳芙里弄成怎樣 嘩 不是很美呢 梳芙里出爐了 不是很棒呢 讓我試試好不好吃 好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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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棒